我们车上有一项自己动手就能做到保养项目 就是我们添加这个玻璃水 很多朋友呢添加玻璃水啊 不知道怎么添加 只知道如何喷出 那么想要添加玻璃水很简单 打开主驾驶车门 然后呢在下方找到一个扳手 扳弄一下 听到喷的一声 大家看一下 引进盖就会戳开一个比较大的缝隙 对不对 那么此时咱们引进盖啊 其实啊很多朋友只知道戳开缝隙以后 怎么抬啊也抬不起了 对不对 其实下面有个卡子 我们捏住它 引进盖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以后啊 咱们先用这个杆 把这个引进盖织起来 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个缝隙 把它撑起来以后 咱们再去添加玻璃水 你不要说啊 一个手抬着盖子 一个手去添加玻璃水 打开引进盖以后 首先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说我们大家看一下 引进盖里面有很多平平过过的 有很多盖子 加度口对不对 你不要看到一个加度口 就往里面添加 咱们一定要学会认清楚上面的标志 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上面有雨刷系标志的图案 才是咱们玻璃水的正确加度口 咱们打开 加满即可 你不要说啊 看到一个蓝色的盖子 就往里面添加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有个温度计标志的 它是咱们防冻液的加度口 如果说你不要心 把这个玻璃水 加到了防冻液里面 那么上路以后 放冻机就会高温 咱们的车辆就会进行内场了 所以一定要认清楚 盖子上面的图标 咱们打开 加满即可 怎么样朋友们 添加玻璃水 是不是很简单呢 其实啊 选玻璃水才是最难的 特别是现在啊 天气慢慢的回暖了 很多朋友呢 就会考虑 咱们不用这个玻璃水了 因为 他觉得这个自然水啊 更香 更实惠 其实呢 自然水啊 咱们要知道 它里面有很多的水质 它没有被加热之前 你看着非常的清酌 并且呢 这个自然水 它是没有清洁效果的 如果说 你正在跑高速啊 咱们要知道 跑高速 很多经常跑高速的老铁呢 知道高速上面 有很多小虫 你跑得快了 直接撞在玻璃上 就会形成虫胶 对不对 或者说 又遇到一些 有油膜的情况下 或者说 有鸟屎在玻璃上 你这个自然水 是清理不干净的 并且有一个最大的坏处 就是说 现在啊 春天了 马上夏天 温度会越来越高 如果说 你把这个 自然水 加进 咱们这个玻璃水壶中以后 那么咱们引击盖 经过曝晒以后 下面的温度 可能说达到七八十度 对不对 甚至八九十度 那么这个自然水 被烧开以后 可能堵塞咱们的玻璃水 喷嘴 堵住喷嘴 修车事小 影响咱们的行车安全 其实才是大事 那么所以暴地 就推荐大家 一定要用 使用这种款 强力去入 镀膜形的玻璃水 不仅仅清洁效果好 而且呢 这款玻璃水 它的主要原料 是用纯净水 也就是说 过滤过的纯净水 为主要原料 高温暴晒以后 也不会说 影响咱们的玻璃水 不会说 玻璃水在水壶中 形成水质 如果说加热以后 有水质 那么是不是就有可能说 堵住咱们的喷嘴 咱们跑高速时 影响咱们的行车安全呢 那么就对于暴地 手动这款玻璃水 大家看一下 它是强力去入 镀膜形的玻璃水 不管咱们玻璃上 是有鸟屎 或者说简单的 油门 树脂之类的 咱们一喷 就能去除掉 对于暴地 手动这款玻璃水 像这样的四大桶 咱们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就可以给咱们送到家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 左下角链接去看看 最后的暴地 感谢 您的支持